台大号召各校无限期灭顶 不让台湾成为黑心食品天堂 上周张华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顶星黑心油案 流民被告全部无罪 引发社会哗然 民众灭顶行动再起 台大校长杨范池昨夜出面痛批 顶星案使台湾变成黑心食品天堂 可能是说黑心食品在台湾是可以没有不顾行则的话 那大家怎么看台湾 怎么看台湾的产品 他判决的依据是因为这些有毒的东西 可以经过科学的方法经验变成无毒的 但我学科学了就好像没有这回事 不可能的事情 台大从去年10月起 校内级所属单位就不贩售顶星集团产品 学生会前天拜会杨范池 杨支持无限期抵制顶星 未来将号召其他学校一起灭顶 不贩售这些食品 那我们会持续下去 除了民间的灭顶行动之外 政府也亡羊补牢宣布多项食安新措施 周五将开设1919全国食安专线 未来民众可透过专线检举食安问题 由专则单位追查民众提供的线索 一旦查获不法施政 检举人可获得罚还的二到五成 作为检举奖金 而企业内部员工初恋检举不法 还可获得最高400万元的额外奖金 而依据最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 下周四前 上市柜食品餐饮公司必须自设实验室 自主检验原料 半成品和成品 目前符合条件的38家企业都已完成设置 虽然司法目前还无法制裁黑心厂商 但靠全民一起当狗仔监督 共同抵制黑心商人的产品 才能让黑心产品滚住我们的生活 东新闻台北报导